我们接着讲一下迪根性模式的演示 主要是UML类图还有代码演示 这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UML类图 就是通过渣化来写的UML类图 这里面我们按照传统的套路 之前的一些逻辑 我们会把这个和这个进行合并 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设计模式讲了这么多了 其实这块我就不用太详细的去解释了 这是一个借口的实现 这是一个借口的实现 那我们给它合下来之后变成这样 为什么变成两个呢 因为我们这个demo这个没写 因为它是一个外来的使用者 所以说它写不写都无所谓 主要是这块和这块 我们看一下右侧的container 是容器对吧 container是容器 它里面有一个list 这个list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变定的对象 这个list就像我们刚才上一节演示的时候 那个数组NodeList或者说这块对象一样 当然我们这儿就是用这个数组来演示了 没有用其他的数据结构 只是演示用 然后呢要变定它 我们不能直接去for each对吧 我们要把它内部结构封装起来 那怎么办呢 封装起来的话 我们就需要生成一个接待器 然后来让data器去变利 大家看get iterator就是生成接待器 这个呢概念其实就跟我们上一节演示的那个data 变成那个data一样 就是我们上一节演示最后写了一个一尺函数对吧 里面有个data data我们通过这块的封装变成了data 然后之后它就有个一传输 就一传输就可以变利对吧 好 这就是生成立大器 大家如果是对那个忘了的话 你可以找到上一节的圆码 然后你看一下那个生成立大器的那个注释 交代什么地方你就能想起来 好 大家看生成立大器 它是一个itterator的一个数据类型 第二个就是has-next has-next就是师傅有下一个 以判断是不是我们要结束这场变利 OK 其实就是这么个用心 就是相当于我们本来有一个数组 或者说其他的数据结构 我们本来是可以变利的 但是我们要封装一下 不让外面直接去变利 然后我们就通过一个获取data器的一个借口 来获取一个data器 data器肯定是这个class的一个实例 对吧 它里面有next和has-next 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 一方面可以通过next顺序变利 然后一步一步顺序变利 第二方面可以通过has-next 你知道这个时候是不是变利已经结束了 OK 那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图去把代码给大家写出来 对吧 先写一个container 就是根据我们画umr类图 constructure container可以要传一个list 就是我们这儿默然是一个数组 list list 然后get iterator 就是我们有一个数据了对吧 然后我们要返回一个编定器 生成一个编定器 我们这儿加个主示 就是生成编定器 生成编定器呢 就是return new data return 然后this 大家注意要把这个this给它传进去 因为生成编定器 我们这儿先写一个class 就是先有一个class 对吧 生成编定器呢 我们肯定要传个this进去 因为编定器 它是有依据的 因为它不可能凭空就出一个编定器 编定器是要编定数据的 对吧 你没有数据让我编定什么呀 所以说要把this给它传进去 所以说我们这个Iterator的这个 这个get iterator过的函数里面 肯定要传一个container进去的 而且呢就是this list list 复制成container.list 就是编定器的list 我要保存 是你这个container.list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list.index 复制成0 就当前的这个index 我先给它模仿成0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我们就可以实现这个next 和这个hasnext这两个核心的API 好 我们现在看下hasnext hasnext就是说它有没有下一项 对吧 这个判断比较简单 就是我们如果list.index 大于等于这个list.list.lens 就说明什么 就说明它已经到头了 大于等于就说明它已经到头了 这跟我们判断数组的这个便利是一样的 然后如果没有呢 如果没有就说明 还有下一项还没有到头 对吧 好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next其实也比较简单 就是如果 如果现在还有下一项 如果现在还有下一项 那怎么办呢 hasnext 那怎么办 那就直接return这个list.list 然后list.index 加价 就是如果还有下一项 我们就直接去return当前这一项 然后把这个index加价 就是不断的累加这个index 对吧 当然index加价之后 它下来再判断hasnext 那这个index会在这直接生效 然后直接判断它有没有 对吧 如果是没有下一项 那就return一个9 就完了 好 这就是所有的代码 特别简单 然后我们写一下测试代码 也比较简单 测试代码就是说 首先我们有一个数字 就本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数字 这个for each 进行一个便利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肯定不能用这个for each 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个dx模式 那你不能用for each 那肯定就是用我们现在写的这个方式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container 先用一个container 然后把这个数字给它传进去 然后呢我们再生成一个container.getIterator 就是生成一个便利器 那本来是可以通过for each来便利数字 现在我们要生成便利器 然后我们通过便利器来便利 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通过这个heathnext和next来便利了 我们就不用通过for each来便利了 while就是通过while来便利 如果它heathnext的话 那我们就去打印这个next 大家注意这个heathnext和next这两函数的使用 以及通过while循环去做便利就好了 好那写完之后我们保存 我们到控制台中运行mpm1第一位 这等一下 好大家看123456对吧 这个便利已经完成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这儿虽然是传入一个数组 我们可以直接这么写 这样更直观一些 我们这儿虽然是便利的一个数组 就看似很麻烦 但是呢我们可以怎么样 我们可以通过对这儿的一些封装 对这儿的一个内部的一些封装 让它兼容所有的数据结构 就兼容我们es6中所有的 就是有序集合的数据结构 这个我们下节会讲 下节我们会讲这个所有的es6中 有序数据集合的数据类型有哪些 通过这儿的封装 我们可以兼容所有的数据类型 然后呢这样的话 它这里面就不仅仅是能传一个数组了 我们可以传其他的所有的数据类型 对吧 然后传一之后呢 那我们就可以针对所有的数据类型 都通过这个便利器的方式 这个heathnext和next进行便利 对吧 如果是你没有便利器的封装 那你就只能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每个数据结构 你都得自己重新写一个便利的方法 这样的话是不是很繁琐 是不是 OK 那我们演示到此为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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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